宣告的部分我大概把一些重点再提示给各位 就是比如说你今天宣告成一个 int就是它的资料形态是那个整数的 然后这个是它的变数名称 后面就是负与值嘛 这个我想应该比较没问题 那如果说你是整数你就不能给小数点 除非你用强制转型 或者把宣告的形别改变 那这个是整数部分 整数部分那我们也一样可以负与几个值 那另外的话 常数部分如果你今天要宣告一个常数 假设你今天这个π π是那个圆周率好了 圆周率 那圆周率的话呢 假如说你今天呢 除了宣告这个double 它是一个π的名称之外 那各位可以看到 它后面也是一样可以负与值 对不对 那差别就是说怎么样呢 前面加个什么final 也就是说final的这个修饰词 你放在前面之后的话 以后呢 这个变数就不能再被改变了 就变成常数 常数就永远就是这个值 不能被改变的 就叫做常数 OK 就多一个final就可以 所以以后你们写程式 前面加个final 表示这里面的值不能再gay by 不能再重新再赋予它新的值 就固定就是3.1 是你赋予它其他的 抱歉不行 OK 这个是有关于变常数的部分 有变数跟常数部分 那基本上 在那个java里面主要分成有可以归类的话 分成就是整数码 辅典 booling booling值就是true或false 再一个字圆 字圆就是chr 就是我们刚刚也比如说一个chr 然后单引号前面加包夹起来就是一个b 那这个是所谓的字圆 那各位可以看到总共会有几种 这个就是所谓的基本的资料形态 基本的基本的资料形态 总共有八种 包含就是bite short int 还有long 那前面四个是属于什么 所谓的整数 整数 不过呢 如果说你今天不想记这四个 你就记至少记一个 最重要就是哪一个呢 就是int 那你会发现了其他跟其他有什么差别呢 主要就是说 这个int它是32个bit 也就是它的占的空间 32bit 那实际上int 基本上你来放置都足够了 为什么 因为它最大可以放到21亿多的 这么大的整数 正负值 正负21亿 所以基本上你的数字 如果超过21亿的话 那你再用long就好了 不过基本上应该大部分状态 用到long的